作词 转发 導演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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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心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 亦伏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色 无眼以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虎杂灭度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普提撒多 以般若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以般若波罗密多故 得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常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 即是咒药 揭帝揭帝 波罗揭帝 波罗增结体 菩提娑婆喝 请大家放掌 各位 今晚继续讲 《心经》 昨天有居士问 如果我经常诵《心经》 会否得到 观音菩萨的感应 会否得到佛菩萨的感应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经常诵《金刚经》 你的心慢慢变成妄念少了 你的心很澄清 在清静之中 你的心和菩萨的心 更加接近 所以你所有一切求的事 很容易实现 当你不是在宁静里面 当有很多妄想的时候 求菩萨的时候 心会很乱 所以如果你是了解了《心经》 事尚修空观 观一切法空 你的心里面 从菩萨与及心相应 所以 有求必应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心够不够清静 心清静 每一句咒 每一句心经里面的 每一句文字 都能够带动你和菩萨的心相应 所以你不用担心 如果念《心经》的时候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研读 不如诵《心经》吧 不用知道《义理》 你知道《义理》更能够认你清静 今晚我们继续讲 人生为甚麽有痛苦 因为有欲 所以有些人说 信佛是否无欲 信佛怎麽是无欲 欲是什麽 欲是一个目标 是你追求的东西 信佛要成佛 也要追求成佛 也有欲 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欲 怎麽会无欲 但欲有三种 一种是恶欲 一种是善欲 一种是静欲 恶欲大家都知道 恶欲是追求五欲 财色名食碎 贪亲痴慢而恶见 我见边见 见取见戒见邪见 第三 六根攀缘六尘 生六色 执愁 爱喜 喜乐 喜受 六根攀缘六尘 大家知道怎麽解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攀缘六尘 色声香味触法 这些是要懂的 因为这几晚都说 事常要提及 六根六尘六色 五欲 这些是恶欲 这些欲不应该有 有这些恶欲 人为何会有痛苦呢 因为有这些欲 这些欲会带动你 起念头 尤其是这些欲如果有这个境界 会带动你牵引你 烦恼出 烦恼出的时候令作业会受报 有善欲 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但他没有修观一切法空 他还有我执还有法执 即是 有些人说所有宗教都是献人为善 有些人说必须信佛教 基督教 很多是献人为善 很多其他教都是献人为善 你只是做善是子恶 如果你没有修 空观 没有空调自己的我执 没有空调法执 你上次有我 上次有我脱离不了生死 但是 如果你有善欲 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当你这一世完结的时候 你会带着善行 善业 生到更高的境界 天人 或者去到 四周里的 北驱奴洲 你活的寿命一千岁 你只会有快乐 你没有痛苦 所以北驱奴洲的人 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 我们在南禅部洲 有痛苦 又有些短暂的快乐 去到某些地方 去到天界更加 其乐无穷 全部是享福 但当福享尽的时候 你又要轮转 在三界六度 所以 善欲是有 但不究竟 所以有些 佛教的社团 他全是强调善事 我要建老人院 在医院 做义工 全部是善事 他没有强调修行 这不是一个 正欲 将来的佛是人天的福佛 人天的福佛是不够境的 当然善欲比恶欲 如果有恶欲就很惨 你将来 会流转生死之中 通常 人是这样 当他这一世了解佛法 行善即得 但他没有修行 他没有去除我上 人上 众生上就有上 仇者上 无法上 亦无非法上 他没有破我执 无法执 他不断地修行 尤其是他布施得多 他下一生 会成为财富很多的人 或是他常常放生 健康 健康财富也有 当他健康财富也有 尤其是财富有的时候 他会惹来很多其他烦恼 亿万富翁 万万富翁 当有很多钱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亲近他 有很多人会令他作恶 或是他会以鱼目掩 掩起其他亿万富翁 令他贪亲痴杀道 淫妄也做 因为 当你有名有利的时候 很多人会追求名利 或是 想在名利里面贪求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自然会找你 他会令你犯罪 令你作恶 容易犯罪作恶 所以通常 这一世里面很享受 很好 亿亿万万 千千万万 但那些很危险 非常危险 以前唐执的白居宜 参丛巢禅师 丛巢禅师是很奇怪的 他在一棵巨型的大树上打坐 有个小屋 丛巢禅师在树上打坐 白居宜丛巢禅师很熟 白居宜 白居宜 参丛巢禅师 寺院时 那些侍者说 禅师在树上打坐 便去拜访禅师 白居宜 喜欢丛巢禅师交换禅 他说 禅师在上面打坐 很危险 很危险 为何危险 在高树上打坐 起码十几十尺 一不小心 一蹤下来 最少受伤 蹤断脚 还会死亡 很危险 在上面打坐 很危险 了囚 蜘巢怎么说 白太守 危险的不是我 危险的是你 是呀 大家知道意思吗 因为白太守做官 做官危险 你看看现在做官危险 你的官越大越危险 你的喘越多越容易作恶 所以追求名利的朋友 不要再追求名利了 追求什么 追求心灵大自在的解脱 追求去齐一切烦恼 追求广道一切众生 追求灭除烦恼 学法门 成佛道 这才是究竟的 静欲 这是静欲 要有欲才行 没有欲怎样可以成佛 这是静欲 愿正误无上正等正觉的欲 愿离苦得乐超脱生死的欲 愿断一切恶 收一世前 赌一切众的欲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这是静欲 所以信佛不是无欲 是俗俗的 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言语解释 人生无目标怎行 人生万无目标 这一世目标就是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断一切恶 收一切善 成就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你不会虚负此生 就算你这一生不成功 要种下这个恩 生生生世地修行 如果想说我不再轮回下一世 我以一个方便的法门 成阿弥陀佛 的愿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又可以 你仍然有业力 但你有信愿行巨足 跟着阿弥陀佛的 释迦牟尼佛 所叫我们修持的阿弥陀佛的方法 信愿行巨足 临终一生不乱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业而往生 在那裏 未成佛 在那裏 即是入学 入去那间学校 继续修持 你就要专攻念佛法门 专攻念佛 所以最好是禅静相修 一方面是念佛 一方面是静坐 为何要禅静相修 因为我们在佛门几十年 发觉有很多居士 念佛二三十年 我执仍是很重的 仍是自私自利的 仍是处理不了烦恼的 为何 他不修心 不坐禅 坐禅即是修心 所以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 修 如果修如来禅 修九心住 如何静坐 如何用安波首耳的方法 如何去内观 如何安住静住近住 调寻直徙 聚直直徙 然后仍是斯利伦的九种方法 安立所缘境 修行上到处地定 一方面三禅 一方面念佛 便可以补你的 念佛即会更清静 所以千万不要排析禅中 会走火入魔 那么容易走火入魔吗 你度高一尺 才是摩高一丈 摩不是外来的摩 是你自己的心摩 你自己摩 你自己 不是外来的摩 因为你念佛 不会有外来的摩 摩你 你收参禅的时候 参一对是没有摩 所以大家不要怕参禅静坐 人为何痛苦 又静欲 我们有欲 爱欲是怎样产生的 爱欲是因为众生的深色攀缘外境 而产生 我这两晚 从昨晚开始 我现在讲哪句 大家知不知道我现在讲心经讲哪句 不知道 我讲到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鸭 我讲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我要不断在五蕴里面徘徊 在色法里面徘徊 在心法里面徘徊 在六尘 六根 六色 十八戒里面徘徊 在白色心黄里面徘徊 在心所里面徘徊 在唯色里面徘徊 为何 反反复复 因为你不明白五蕴 是不会明白心经的 若你明白五蕴 后面那些便很容易明白 你必须打破这个迷团 你明白五蕴 所以你必须按着你的内心 要了解什么是五蕴 我随时讲出色受想行识 什么是色 什么是受想行识 你连五蕴也不通 如果我昨晚讲的五蕴 是一些不通的 亦没有兴趣听五蕴 下一晚便不用来 只是浪费时间 结果不是 你完全明白五蕴 为什麽 众生深色攀缘外境 是什麽是攀缘的 你有眼 眼是攀缘色 当眼攀缘色物质时 自然会产生什麽 在景时产生什麽 大声点 产生什麽 产生色 你记住三件事 跟 陈 色 跟就是自己的跟 当它是中间 陈 就是外境 外境是陈 这个陈字 就是外面的境界 外面有陈 中国人装这个 陈世 陈世 就是这个意思 外面的境界叫陈 陈亦有甚麽 有烦恼的意义 所以蒙陈即是烦恼 好像柴年玉和尚 我有明珠一罗 久被陈路封锁 如今陈尽光生 照见山河万朵 所以外陈 六根 自己的六根 执着六尘 当时就产生 绿色 六根不跟六尘接触 又不会产生绿色 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 你没有 作意触受上师 即是没有留意 亦不会产生绿色 即是我现在见到你 当时我想了另一样 我不会产生见到你那个颜色 我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食而不知其味 因为产生色的时候 你必须要专注 你一专注就有色 你不专注就没有色 所以这个色 是代表 你心的意识里面起 有些人问 我为何要知道这些事 因为你要破除你的烦恼 你要找到你的烦恼贼 要了解这个贼才行 那个贼入屋偷你的东西 你又不知谁 又没有camera 又不知什么原因 你的窗户打开了 你的门户打开了 你的贼怎样进来 知己知彼百见百成 你必须要知道 贼的来源在哪 你知了你的深色的来源在哪 你就要灭它 你捉了贼 还要绑着它 还要灭掉它 这是烦恼贼 所以 深色是攀缘外境才会产生色 六根六尘 就叫做十二入 叫做十二入 加上六色 就叫做十八界 我们的众生 你和我活在十八界里面 只是这一幅power point 这个slide 你慢慢去追尋 你会误到很多启示出来 除非你对它没有兴趣 如果以一个 公司昨晚有人问 佛教怎样活学活用 我现在做生意 我学佛有甚麽好处 我们不如以一间公司来做一个譬语 如果你是一间公司来做一个譬语 难以鼻舌身是什麽 是什麽 是一间公司的sales 在前面的sales the front end salesman and sales lady they are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teracting with the customers 即是说那六根 真是从外界接触 跟很多顾客接触 眼以鼻舌身 是从外界接触 眼以鼻舌身 从外界接触 意是什麽 意繁文 叫mano mano 就是经理 这个经理 很大能力 他统领这些sales 又可以控制这些sales 每一个sales 卖什麽东西都知道 他还能够回到office 里面 拿这些file 你哪个顾客 你能做多少生意 他可以追益过去 他就可以预知未来 明天要做多少 你明天要做多少 你这个星期做得不够 下星期做得好些 这个意念就是经理 这个经理 这个意念是很猛烈的 这个意念就是 如果我们做譬如 带动你上天堂落地 亦都是他 那些sales 是听经理的意思 所以 如果我们搞定经理 就搞定那些sales 你能否搞定经理 那个经理是很狡猾 又可以很慈悲 又可以很恶 这个意念就是在你脑里面的经理 是你自己 叫做Amano 他的名字叫做mano 除了Amano那间公司 除了有sales 除了有经理 还有什麽 老板 董事 shareholder 持股人 那些持股人是什麽 持股人就是末罗识 末罗识繁文叫什麽 Manas 叫末罗 这个末罗识是什麽 我理你的sales 怎麽请人 我理你的manager 怎麽 你为我赚钱就行 我只是看一盘数 我请你回来 你又要为我赚钱 我是我的 我是顾着我 我执很强的 我不赚钱 我就炒你由于 我完全是为我自己的 有几多个 有几多个懂事 全部是由职员分的 与价格分的 与经理分的 只是为自己的 当然有些懂事不是的 但我们现在的 末罗识第七识 是由于公司的懂事 除了这些之外 不是呢 你的sales 经理 还有你的懂事 还有些什麽 还有些懂事 还有整个公司的系统 能处充现在的资料 未来的资料 能够 projection to estimate 做financial statement 公司的议念 那个体系 那些公司 成功失败 有所有业绩 这是什麽 这是你 里面的 阿赖耶识 储存在这裏 你公司所有的账户 系统 你每个人都是一间公司 你这间公司成不成功 你是一个贪污的公司 你是一个专利害人的公司 是一个玫瑰社会的公司 你一个蒸蒸日上的公司 你这个是日破产的公司 是由你自己作主 你明白吗 六根六层六色 六根六层六色 释迦牟尼佛 为 三种人讲佛法 为何我们讲五蕴 一时讲十八戒 一时讲唯识 一时讲五蕴 因为释迦牟尼佛 对三种人讲佛法 对一种迷于心的人 他就讲五蕴 迷于识的人 他就讲六根六层 迷于心又迷于识的人 他就讲八识 说十八戒 他是看你的 智慧 看你的背景 看你迷于哪样跟你讲 讲来讲去都是那样东西 讲来讲去都是什么 都是你的心 但他从不同角度去看你的心 听到这里你会否发觉 佛教的伟大 佛教的智慧 是没什么其他的 学术学问可以给得到 除非你是不研习 你在哪里 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 或者 孔子余教 通常是讲世间法 这里是世间和出世间法都讲到 我又将五蕴 将十八戒带动五蕴的关系 五蕴是识受想行识 识 就是一切物质的境界 受想行识 就是精神的境界 识是识法 受想行识是心法 识法就是现象 受想行识是本体 是精神界 人不过是精神与现象 受想行 受想行 是思维过程 是商业、经理、董事 与外界接触的过程 识是 将精神界与识界所作的一切业力 归纳于总相 而这个总相 是投胎的主体 佛经所说的五蕴 是与你讲 物质、现象 死后、生前 整个宇宙的生命来源 整个宇宙的来去 仍在五蕴里面 若你能够召见这五蕴是空的 便是空掉一切 但是这个召见不是识文字叫召见 观成法师 我现在识 我现在召见五蕴皆空 我现在已经成佛了 你只是知道文字 你只是知道文字 你仍未有观照 所谓观照 你仍未时常去想 将它纳入你的思维里面 若你将这一样的空意 纳入你的思维里面 每一个念都是空的 你便在灌照 即是你习惯着这一切 所以我昨天说 爱因斯坦说 没有天才 天才是一种不断自我的训练 就算有天才 即是以往的业力 你还要加上现在的训练 你训练到 时常训练到这样去观察你的五蕴 你的尘慢慢没有 慢慢没有的时候 你的自性的清淨性就显露了 当你清淨性显露的时候 你的心 与观音菩萨的心 连在一起 你求什么也有 你喜欢求的 不如我现在告诉你 好好地念心经 日日念心经 你自然会求到 因为 你的心与观音菩萨的神通 都会感应到 受浅识和意识俱生 作意触景 就生苦乐不苦不乐 当你的受 有作用的时候 而产生苦乐不苦不乐 你便在妄 你便在妄之中 即是假事 那些是你自己执着 执着了 你的苦乐和不苦不乐 执着了苦乐和不苦不乐 你还会分析很多东西 你还会有 经文里面 佛经里面说的说话 明为先故想 想为先故说 你一切概念 在脑内 你才有想 如果你永远没有见过花 你怎样想花 你永远没有见过水 你怎样想水 即是一切的明言概念 是你自小以来 或是宿世 储存在 有这个明言概念 你才有思想 有了思想 你才有讲话 所以讲话是最粗的 有了思想 你才会讲话 如果你的想概念 将你所有思想的明言 以前的概念 现在的概念 加在一起 再走到行 你会分析 追忆 你会审思 你会决定 你会动法 做出 你会做的恶业 或是善业 或是不诚恶业 你做了这件事之外 哪样带动他 你做这件事 还有我们的我执没罗色 执着这个我相 放不下 放不下这个我相 而做了自私自利的事 人我是非的事 对己有益 对别人有害的事 这是没罗色 当你整个 储存在你的阿拉耶识里面 成为你储存的能量 所以你每一个念头都有能量 你以为要我想 现在想这些坏事 我没有做到 我没事 当你一个念头 Every thought produces energy Not just action Not just speech Your latent thought produces energy 即是你想已经不行了 你经常喝饮 始终行饮 你时常想贪 始终行贪 你时常妒忌 你又始终妒忌 所以你 留意你的念头 禅宗是怎样 观念 人怎会留意自己的念头 当你打开你的 Internet Explorer 当你看YouTube 当你看其他网络的时候 你的念头不是你 是你的业力带动 是你的业力带动的 你是会看你喜欢看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其实当你看的东西的时候 每一个念头 储藏着 在你的阿乃耶识 都是不好的念头 你看的是暴力 你看的是色情 你看的是 一切不好看的东西 你以为看过就算吗 每一个念头 都在你的阿乃耶识里面 中了个种子 相反来说 你时常观念 我怎样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这个念头就是 好念头 我怎样去回归社会 我怎样去孝顺 爸爸 孝顺妈妈 我怎样去爱我的弟妹 我怎样对我的家伙更加好 我怎样更加 改善我的生活 我怎样 每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你不要看轻 这个念头会带动你去到 改善 所以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创造你自己的生命 你创造你自己的前途 你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前途 全部是你一手自己造成的 小器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大量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能怨人的 你不要怨你爸爸妈妈 你不要怨佛 不要怨菩萨 不要怨神 你怨你不懂 现在你懂 你现在知道 原来每一个念头都如此重要 你从念头改起 是从印光大师说 修行从什么 从什么 不如有个人举手 印光大师说修行从什么 有个起字 起 心 动 念 修行是在起 心 动 念 不是你做出来让人看 是你每一个念头 这是很合法学化的 如果我是做售仇 我是做 房地产买卖 我是卖车 我是卖某一样东西 我今天要卖多少部车 我一定要做到这一项 我今天要打多少个电话 我今天不会懒惰 我今天不会颓丧 我要很积极地打十个电话 我要把我的电话宝拿出来 我要告诉他 现在有什么新车 我要打一百个电话 我一百个电话里面要做些什么 你是用念头推动你的行动 推动你的行动 就增加你的sales 所以 做sales的人 sales的人 是很重要的 做sales的人 自信心是从念头里面增强的 如果他 刷牙的时候 把纸在这里 今天 我一定要打 二十个电话 我要打到一个电话 我会若见一个客人 我不会坐在那儿等电话 我不会坐在那儿看报纸 我不会坐在那儿看报纸 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尤其是做sales的人 你没有motivation 如何做sales 所以佛法 可以教人做生意 如果你有间公司 你会说 阿观成法师 你可不可以上公司教我的sales 我可以 我可以教他 self motivation 为何要念头 增加他的sales 怎样增加他的自信心 而令他的业绩加强 Marketing Marketing 有一个self motivation 不要说太多 这些 昨晚有个人问这件事 你说 可不可以活学活用佛法 六道波罗蜜就活学活用佛法 六道波罗蜜是哪个六道 不要还给我 三晚提了几十次 布施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罗蜜 若你数不到的时候 你不合格 布施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罗蜜 是六道波罗蜜 波罗蜜多 六个方法带动你去到圆满的究竟彼岸 昨晚有个人问 这件事可不可以 在人的生活中有没有用 我现在告诉你 你做生意是有用的 第一件事 做生意报私 怎样学报私 如果你的公司 事上想着 只是利益我自己的股东 利益我是老板 我利益我 你们这班sales 你们和我做事 你的顾客 有些人做事是这样的 你问你要赚多少钱 我要赚得越多越好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 但这间公司不是 这间公司是报私的 怎样报私 我要用最好的东西 报私给我员工 报私就是给 I give the best to my salesmen 我最后回归社会 我这间公司 虽然我们是赚钱 但我赚到一切 很讲究大众的利益 我这个利益 对于社会 我不会剥削社会 我不会剥削员工 我越剥削员工 我越剥削社会 就越失败 我是与社会并肩而进 所以我不断报私 我报私不但令到 每个顾客 都赋予 都帮助他 要给他service 去报私他 要给最好的东西 给他顾客 我不会骗我顾客 我们的员工 我很爱护 我报私给员工 最后要把我 所赚到的钱 要回归社会 这是最好的 这间公司会不会失败 我不相信这间公司会失败 自私自利的公司会失败 剥削员工的公司会失败 不懂得回归社会 只是向社会取得的 公司会失败 这就是报私 你越私出得多 越收入越多 地藏经怎样说 捨一得万步 捨一得万步 我不要说这些详细 我可以说一万 只是说这些六道波罗蜜 如何以六道波罗蜜 增加公司的业绩 可以说一万 我现在说少许 报私 那池戒呢 我们怎样用池戒来增加公司业绩 池戒为什麽 池戒是首规矩 你的员工 一开工时 打开报纸 喝杯茶 早上九点上班时 第一件事 洗完咖啡去厕所 蹲厕坐20分钟 冲杯咖啡10分钟 remote 的桌子到 10点 那些是何规矩 是否才是귀 Yes 做员工有员工的规矩 要遵守时间 要知道公司的规矩 要做出来 公司完全没有戒律 公司什么都可以 自己是经理 11点才上班 员工当然是10点 还未到 还比员工 哪有戒律 我记得有一个居士 很多年前 带了一个儿子来找我 他说我儿子现在读12班 下一年考大学 但我儿子的成绩很差 不知怎办 观澄法师可否与他聊天 这一两年很重要 可否与他勤力地读书 后来我说好 我又很喜欢与年轻人聊天 我说好 我单独与他聊天 我说一路聊天 为什麽说他这么懒惰 他怎样说 妈妈常常要我很努力 他三点钟才起床 看电视就看到四五点 他自己懒得死 要我努力 子女服不服你 你都没有戒律 你没有戒律 就是要子女有戒律 但我又不敢跟他先生说 我跟他离婚 你老婆 不行 下午三点钟才起床 从失眠 早上六点钟才开始睡觉 慢慢看电视 全部都顶倒了 有戒律吗 没有戒律 我不说这些 我一直说下去就不停 我才告诉你 你可以用佛法 在日常生活中活学活用 佛法可以带动你任何一切事都成功 不过你没有融会贯通 有融会贯通 你就可以 佛法的目的 能够活得更加快乐 更加身心清静 再说第二 众生的六根怎样攀缘外景作业受报 我们知道五蕴是色受想痕色 八色 八色是什麽意思 有八个意识 眼耳鼻舌 身没罗色 阿赖耶色 The Eight Consciousness 八种你自己的心识 有这个心识是心王 一旦有这些心识 自然有其他心所带动你 那些心所是神子 有王应有神 当你 悉受想行识 与外界接触的时候 自然 就有这些大神去帮助他作善作恶 这些 烦恼有贪亲痴万言恶见 除烦恼 奋恨 腹恼 疾 娇喘狂 无惨无愧 调举 分尘不信 海怠放日失念 散乱不正知 亦有善 当你这些意念出的时候 不是恶有善 有信 惭愧 无贪 无亲 无痴 正尽安 可不放日 舍不害 即是当你五蕴和外界接触的时候 又有善又有恶 但善多恶多 恶多 你看他 烦恼多于善 善只是十一种 烦恼多少是二十几种烦恼 所以你坏的神子帮你作恶 是多于好的神子 即是在心里 坏的事是多于好的事 怎会不会做坏事 除非你自己训练也好 有这些心所互动 通过身口意 通过你的身 身可以做什么 身做行动 通过你的行为 通过你的口 口业 通过你的意念 就做出恶业 善业和静业 恶业入三恶道 先业三恶道 正业入圣道 你喜欢选择 你喜欢选择什么 你喜欢选择走去三恶道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你留意你的身 你的口 你的意 你身可以怎么样 杀身偷盗 邪淫 口 妄与两神恶口 此语 二 贪嗔痴 二 贪嗔痴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身口意三恶 全部带动你作恶 好了 说到这里 如果我们说俗话 就是普通个人都知道的东西 但这些知道的事要告诉你 最基本的 既然是这样 我们又要重申一下 为何我们要学心经 我们学佛的目的 学佛的目的不是求保平安 这么简单 我和大家说过 学佛的目的是要 解脱世间痛苦的烦恼 超越三界生死轮回 达到究竟常乐的觉悟 这是学佛的目的 并不是要你装香拜佛 或者是超战 度亡 敲打唱念 这不是水火的目的 超平安 超乎 超乎 超素 超财 超命 超利 你越超越惨 要解脱世间痛苦烦恼 超越三界六度轮回生死 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你一定要将心去改善 使他达到究竟清淨圆满 所以佛陀说法 不论是说根本的四第十二恩怨 或者其他种种法门 都离不开说心识的问题 心识这个论题 是佛法的中心论题 学佛的人如果不认知心识 就不能理解佛法 你现在在座这些居士全部理解心识 你是理解佛法的 你在这听过 你不要 看轻这几晚 这几晚令到他的智慧大增 这几晚令你仍是一个成佛的原因 这几晚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的看法 改变你的思维 亦可能改变 因为你家人的思维 因为你会影响他 因为你的改善会影响你家人的改善 你不要要求你的家人去改善 你自己改善先 你改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自然看到你的行词而改善 所以 心经是以照见五蕴皆空去度一切苦厄 达到究竟清淨圆满的彼岸 如果是我们要问 心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处是哪一处 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如果是你懂得这一处 你就知道心经的目的是怎样 我们继续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心识 人生的存在都是在心的主导之下 从事一切活动 要透过心 才认知万物 所以心的作应最为重要 所以我们学先经为什么 火法就是消先 产产产就是先 所以每一个中派都是消先的 世间的清淨和污与染不是本身如此 是由于心的染症所造成 我们内心清淨所造成的世界又会清淨 污染所造成的世界一定是污染 所以世间的染症是由心识决定的 所以我们 为何能影响社会 能改变人心 清淨人心 我今天 有位居士 带我去看这个地方 在西贡 他说这地方我们找了很久 那地方真的可以做禅修 很接近大自然 我去看 我去看 哇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一个很清淨的地方 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 在森林 在林阴的树下 而有很多阳光 你去到那里 好像去到另一个清淨的世界 在那里来修禅 不太好 我认为香港缺乏了一个 真真正正大自然禅修的中心 在这里介定外讲堂 全部都是石市森林 jadi即谱上冷气 faire一看 岑修是要回到大自然 越回到大自然 越会清淨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地方 真是好 还有大 面向康护居 后面是飞鹅山 又有 非常好的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能够做 disent sweater 那个地方能够做着 喜欢学禅的人 我们通常坐禅是在石市森林里坐禅 或者租人家的公园坐禅 但他本身没有一个禅修的地方 而且这个禅修中心 还可以方便你经行 为什么 围绕着的全部是 hiking trails hiking trails 什么境 行山的山径 很多人是行山的 打完座之后还可以经行 挺好 即是有人这样发动 这就是回归社会 你赚了一亿万万 买一间 十亿的豪华屋 有五亿的游艇 有几千万的车 这些物质 会否让你快乐 可能当时买的时候很快乐 但心灵上的解脱 是永远的快乐 是永恒的快乐 不单令自己快乐 令一切众生回归大自然 令一切众生 能够修禅修心 他将会种下永远成佛的善恩 因为善恩带动 令整个社会都清静 所以 心灵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觉得念心为贪亲痴的烦恶所掩 以至起或造业 招感果报 在世间受种种的俘虏 还有一件事 五云 色受想行色 色是客观 受想行色是主观 即是现象是客观 精神界是主观的 而精神界主观里面有一个受字 你是改不了的 为何受改不了 你所受的是什么 你所受的就是你以前种下的恩 所以如果我这一世很坎坷 我这一世很痛苦 你不要感觉到心里面很悲惨 因为是你自己种下的恩 是真的 你改不了的 你唯有可以改现在 你可以忏悔 所以你承受坎坷的东西 便亦来顺受 你接受它 因为你是自己创下来的 一切皆由业 半点不由人 你不要怨恨自己 怨恨别人 因为你是自己做出来的 你受 你是以一个 还债的心去受 还借的东西 你全部补偿出去 换你的子女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父母 如果他带你有很多烦恼 你的心是怎样的 我是受了他的 为什麽 这些是以前招下来的烦恼 你过去怎样改 你过去的东西 谁可以改到过去的东西 你举手 找不到 但你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 你可以忏悔过去 但在你手上的是什麽 那个书是你戒不了 一切皆由业 半点不如 不随人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现在 你现在可以改变 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现在 还是你还是这样 一点都没有改变 你不够经济 你没有改变 现在在你的手中 过去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有没有精进 你现在有没有布施慈计 演奏禅定般若 没有 那便整体又要堕落 心是一切善恶苦乐的根本 心能主在一切 控制一切 所以去认识自己的心 守持自己的心 淨化自己的心 是学佛者的第一课 再说些 再说些简单的 因为我昨天觉得 昨天觉得我说的太深 本来 我以为 今天没有太多人来 因为昨天说的太深 你怎会说 结果也不是 我认为少几个 也有人接受这个挑战 佛法可否实践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学佛法似乎不能够直接受用 不能够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是由于不留将佛法 归纳到 分析自己的五蕴 你有没有分析自己的五蕴 还是你懂得吻字 除了吻字般若 还有 观照般若 从观照般若 达到十相般若 三般若 五蕴 色 深意法 或是你有没有将你日常生活 带动在六根 六尘 六色 十八界里面 我时常观察自己的六根 有没有被六尘所染 有没有随着外景的感觉走 当我随着外景的感觉 贪而亲而痴 杀而度而任何时候 有没有回光返照 什么是回光返照 不再跟你贪走 不再跟你痴走 不再跟你偷走 我要回回来 照着自己清净的心 这叫做回光返照正念真语 回光返照正念真语 这不是说字的 每个念头都要训练 你没有 你只是来到这里听观成法师讲的时候 你说 是呀 是呀 一出去外面又是贪亲之杀 入网 又是照自己平时这样做 你没有改 你只是听的时候听 听的时候回家 仍然是吵架 仍然是批评 仍然是妒忌 仍然是要搞离婚 仍然是家婆媳妇 不和 兄弟不老 仍然是求财求名 求息求税 财息名食税 全部都来 仍然是 龙虾 象拔旁 猪扒 牛扒 你说要吃素挂了很多年 能不能吃到 众生因为念不觉心动的时候 自己本来清静的见闻觉知 起了望 成污染的阿赖耶识 这个见闻觉知依根与攀远 生起六色 为烦恼的根本 做种种业 因业而受报留转生死 六根对六尘生六色 六根对境本无分别 境是没有罪 现象是客观的 现象是哪有罪 现象是没有罪 罪在与生 怎样现象是没有罪 那些人骂你一句 你真是坏 你不要 那句说话 本身没有罪 它是一句说话的文字 但你一听到 你认识是读读你的心 你说我不好 你怎样好 你怎样说我不好 你怎样批评我 是你的心去执俗那句说话 他说话本身无读 他说话本身是没有妒忌 他本身没有贪 没有亲 没有痴 他本身是客观 主观是在你的心 所以你改境是没有用的 我连着你的口 有没有用 没有用的 你连着你的口 他就继续说 你灭境是没有用的 你清静的境 所以说你清静 境是不用清 境是已经清静的 境是客观的 不清静的是你的心 不是境 六根对六尘生六色 六根为恩 六尘为缘 所生起的妄心 所作的业力是生死的根本 六根本具 不生不灭的体性 被五蕴覆盖了不得解脱 六根本具不生不灭的体性是什么 大家明白吗 即是它本来是清静的 为什么本来是清静 又忽然间不清静 既然我本来是清静 我应该永远都清静 为什么又会不清静 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圣喜顺论》 有没有人看过《大圣喜顺论》的举手 没有 《大圣喜顺论》里面说 为什么妄是依真而起 为什么我本来清静 又变了不清静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很清静 我的心 又不施善 又不施恶 我现在在打坐 忽然间有人进来 陈先生 你这样避免我就可以了 你欠我这钱 何时还 我欠他钱 我说你不用这样对我 现在你想怎样 要不要叫警察官 你怎样要这样 出来 那时候是什么 你清静的心已经变了 是斗争的心 是维护自己的心 你本来是清静的 一句说话就带动你不清静 就变了不清静 你本来是清静的 你明白吗 这是举例来告诉你 是这样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说话 这些我要反复和大家说 你才明白 你不要当我是沉悲 因为你未必明白 宇宙的万有 是凡夫的境界 宇宙里面 以五蕴为主 五蕴 千千感千 释迦牟尼佛讲佛经 又讲得很复杂 又讲得很粗略 整个宇宙万有 分开两个法 一个是色法 一个是心法 大家明白吗 色法就是一切现象的色法 如果我们用近代哲学家 康德哲学是很近法学的 有些人说他在佛学里面 借出来用 康德讲现象 phenomena 就是 色法 精神nomina就是心法 就是 色法和心法 如果用五蕴去看 色法 心法就是 受 想 行 色 就是心法 释迦牟尼佛讲五蕴是迷心者讲五蕴 你迷于心法 他跟你说 这个 心法受 想 行 色 多 就是 详细一点 但色加牟尼佛又讲十二处 六根六尘 六根六尘十二 这是为迷色者 迷于物质 迷于物质的人 就跟你说十二处 如果你迷于心色的人 就跟你说十八戒 你明白吗 所以这麽复杂的 六根六尘 六色 十二 十八戒 其实都是说一样 看佛经 不要看得到它这麽复杂 看不明白 为什么不明白 为什么不看 其实不是很复杂 不过 你没有分析 我们将色法和心法 和五蕴再看一片 宇宙人生的心罗万丈 分开有为法和无为法 如果宇宙有什么是有为和无为 无为法已经是超越恩果成为圣 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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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 这是无为 有为 是九十四法 九十四法里面用五蕴去分析 是什麽 色法 十一 心法里面 有受 想 行 色 受 一法 受 感受 有苦有乐不苦不乐 想 是明言概念 加以思维 加以分析 加以审察 加以决定 加以追忆 加以忧虑未来 追忆过去 行是最猛 所以 色 受 想 行 行是什麽 行是有四十九个心 心相应和心所相应的法 这个心法里面有及报 包括心王 心王有八个心王 八个心王哪个心王 有眼 眼色 耳色 鼻色 身色 耳色 末来色 阿赖耶色 八个色 在这八个色里面有个心王 有这个心王自然有群神去帮助 作善作恶 这叫做心所 在心所的行韵里面 有四十九个心所 以及二十四个与心不相应的法 即是与心王不相应 什么是与心王不相应 四十四个法 即是无论有心无心 都要死 无论有心无心 时间都是这样过 无论有心无心 才有名言有概念 即是与心不相应 但仍有这一种法的存在 若不是言习唯识 学心经不需要知道这些 原来有些法是与心不相应 与心不相应 不代表不存在 有存在 有去到色界的 无上天 他没有了心所法 没有这些念 无念 他与心不相应 但与心相应有四十九法 这个 唯识八法有这些 烦恼 骗行 色法 心法 心不相应的行法 和无违法 这叫唯识的白法 如果能够将这个唯识白法 每一样东西都搞得很通 你就智慧大增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从今天开始 我要在互联网里面 研习唯识 可以知道什麽是色法 色法里面有眼影 鼻子身 为什麽 心所有法 为什麽 烦恼 贪亲千万年 觉见 为什麽 我上去缓磨络 我不看别人唱歌 我不看别人跳舞 我不看别人听乐曲 我想把这个唯识白法搞好 让我入了我的心识 要去研习这种唯识 有没有人要发这个愿 有没有人举手 发这个愿 有人发这个愿 所以 成佛作祖也是你 堂落三恼道也是你 你够不够精进 你知道什么叫精进吗 有没有人听过佛教的故事 痴了够临 听过举手 一二三四四个人痴了够临 有没有人听过精为田海 听过举手 痴了够临 痴了够临 怎麽精进法 痴了怎麽够临 痴了够临是怎样的 释迦牟尼佛讲的故事 在森林里面大火 里面有一只鸟叫痴鸟 好像痴鸟 痴鸟好像山鸡 森林大火有很多山鸡的同伴 这只山鸡 在森林里飞出来 飞到河 将自己的双翼填满河水 飞回到森林 在大火里潑水 这只痴鸟 自了 只有连 大火 这个痴鸟 它要救火 它要救火 这个双翼潜满水 要救火 天帝就笑了 痴鸟不住量力 这样救 何时才能救得到 你现在在做什麽 我森林里面有我的裙子 有我的亲戚朋友 亦有无良众生 我要救火 你怎能救火 何时停 以死为期 救到死那天就算了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不断学习佛法 以死为期 没有 没有 不就不行 好像精卫填海 皇帝的女儿 在河流上泛滥 爬艇 被一条黄河盖了 与死在河里面 与死在河里面 他投胎做了一只雀鸟 叫做精卫尼 这只雀鸟发源 他说我要担一些石头 填满海 等以后人们不用浸死 他填了何时 他不理 这一世田园死了 又太一世 他要填满海 他的志愿真是大 好像移躬移山 有没有这个精卫填海的志愿 要将河填满为止 移躬移山有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圣人是有圣人的心态 你学佛 如果用一个很懒惰的心态很难学佛 现在快点九点 半小时 快点讲 好了 照见闻皆空 五闻你应该懂 悉受想行 五闻你应该懂 你要学得唯识的心法 五闻你应该是 彻底的明白 什么是五闻 五闻 跟八识的关系 跟心法施法的关系 你都要意义的很清楚 才可以 知道什么是照见五闻皆空 现在讲这样 照见五闻皆空 五闻你也知道 识受想行就识 什么是空 空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空 先说 如果我认识了解空对我有什么好处 有很多人要自己知道我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认识空的第一个好处 当我认识空的时候 便能够舍弃我的执着 开启 偏端的心境 当我认识空的时候 能够化解烦恼 扩大心量 活得更快乐更具智慧 当我体验到空的时候 能以般若自离审察生口与三叶 言与行为思想不宁作恶免受恶报 当我体验到空的时候 能够以般若自证误诸法实相 了脱生死 即是堵弃虎厄 各五成佛 空 真是妙用无穷 对人生 实在是太重要 太重要了 两者空 你知不知是什么 都是这样空的意念 了解文字的空 不是代表你懂得空 还要去正空 了解文字 是初步了 还要去正 在思维上改变 我明白什么叫空 空是这样的 到时一出去又不空 全部都是不空 这就不叫修行空意 什么叫空 空的定义 空是无智生独存成 万物是原罪则生 原尽则灭 你不要看得这么简单 中论讲 未曾有一法 不从因缘生 事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者 我佛大三门 常作而是说 即是常常说空 但你又没有将这个空意 纳入你的思维概念 你没有 你只是 现在听法师说 你便是空 到时一出到外面 地铁的时候 你便不空 即是口念有常经 口念无常经 口常念 口念无常之 心念有常之 你念的是无常无常 无常无常 你每个心念都是有常的 很苦 这样不行 空是 无自生独存性 万物原罪则生 原准则灭 第二 无永恒性 是无常 是短暂的 你知道无常 但是你做的一切 都是有常的自生 无自生是什么 即是无真实存在的本体 自生 泛文就是 Svabhava Svah 是自自 Bhava 存在的意思 你自自可以存在 你不靠因缘而生的 没有这个事情 无自生 是不能自自独立存在的 每一件事都是 因缘无合而生 因缘 分散而灭 没有自生性 独存性 没有永恒性 要知道这个空义 个个都知道 为什么又没有人开悟 因为他没有把空义列入思维里面 没有去证悟空义 继续讲 无自生独存性 就是因缘罪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无永恒性 是短暂无常 如果我们这样说 这个叫做无自性 无自性的意思 即是不会自己生出来的 有什么可以不靠因缘生出来的 你是不是靠因缘生出来的 你没有爸爸妈妈怎样生出来的 你爸爸妈妈不做那样东西怎样生出来的 为什么你爸爸妈妈做那样东西 有很多因缘 为什么你爸爸也认识你妈妈 你妈妈也认识你爸爸 有很多因缘 为什么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结婚 又是因缘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 由条件因缘无合而生 如果用英文说是什么 Conditional causation everything depends on every other thing Conditional causation from cost to effect there's a lot of conditions 即是由因至果里面有很多条件 自性是指万物本身有其独立存在性 不需要依赖其他东西或条件而成 但事实上世间没有这所谓自性的本质 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的 靠因缘互合而生 由因缘分散而灭 变化无常 并非永恒的 所以 任何一切只可以无自性的存在 不可以有自性的存在 存在是无自性的 不可以有自性的存在 这些宗论里面要讲得很清楚 存在 它是有 它是无自性的有 不是有自性的有 不可能是有自性的有 因为万物是无自性的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李润生居士 说这个仪理说得很好 任何一切事都是 无自性的存在 不可以有自性的存在 你自己想想 无自性永恒的 人是由生老病死 四苦 无自性的 生老病死 有自性的 有自性的 不需要任何条件 我永远都是生出来的 如果死了 永远都是死了 永远都是有那个本体的 没有这件事 世界上有哪一件事 是不靠条件而生出来的 没有 它自然有 人是会有生老病死的 没有说不灭亡 事物有生住易灭 世间有承住坏空 是无自性的存在 是假相 所以我们昨天没有说过 李白的仪古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翼雷 同悲万古尘 我们是一个过客 在这个漫长的宇宙里面 我们一百年是电光一闪而易 我们不过是这个 也不是漫长 在一个短暂的一百年里面 已经是过客 但我们这个过客 不断执着生死 执着有违 执着求财 求门 求利 永远跳不出生死的枷锁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翼雷 同悲万古尘 但李白只是悲万古尘 而不超越万古尘 他只是消极地喝酒 惨了 我们很凄凉 但释迦牟尼佛不同 他面对这个凄凉而找尋解决的方法 他找出超越生死的方法 天地一翼雷同悲万古尘 我们又问一件事 有些人很讲究 佛学 你要跟我讲这麽多义理 对我有什麽好处 对我人生有什麽好处 对我法财有什麽好处 对我成功有什麽好处 对我家庭有什麽好处 好处太大了 因为你知道万物是因缘户合而生的 是要讲条件的 为什麽不造就你快乐的条件 为什麽造就灭亡的条件 为什麽造就要 受苦的条件 为什麽造就离婚的条件 为什麽造就悲惨的条件 你自己造出来的 为什麽不造就好的条件 为什麽不广结善缘 我的节目叫做 广结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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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造就条件 就是要造就条件 教人怎麽造就善缘的条件 有没有造就成功的条件 如果练婚姻是美满的 你自己造出来的 你不要赖别人 你自己不懂得选择配偶 你自己对你的配偶不懂得相对 为什麽你做事不成功 别人找到这麽富有 你不富有 你没有造就富有的条件 你在做事方面 你下下为自己的利益 老板便不加你身 你以为老板傻的吗 如果老板给你 32元一小时 你不计较 老板为32元一小时 现在是32元 是吗 最低工资是多少钱 交到多少钱 32.5元 是否这麽宁 32.5元 如果老板给32.5元的人工 你所做出来 是122.5元 即是说 我努力付出的 多于我收入的 你又希望 迟早加到122.5元 老板不是傻的 我这个员工 我给32元 他这麽薄 这些员工很容易走 他走了我便没有了员工 我不让他走 陈先生 我加到你多少钱 加到80 接着90 接着100 所以你不要计较 你去到哪里做工都根根计较 你收入多少 你不要计较你的收入 你要布施 要付出 你收入少不要紧 付出多就行 你根根计较 怎会成功 你没有造就加薪的条件 你只是造就要被人炒鱿鱼的条件 你不要赖别人 所以你要结完 造就成功的条件 You have to build up all these conditions that make you successful 所以人家说 你的前途在你手上 这个圆起圣经 圣空的理论 还不帮助你 生活得更愉快 生活得更加清静 你问问你 B仔 B女 B女 你有没有造就考试 很高分的条件 B仔说 什么叫高分的条件 你有没有勤力欲书 有没有做功课 有没有听老师解课 你要造就要考第一条件 你有没有这个条件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做不了 父母不可以帮助你造就这个条件 只是可以供给你 你要造就这个条件 这是条件造就令到你成功的世界 You are the master of yourself 这是无智性的 无智性的 无智性的 现在有20分钟 没有造就条件 你便应该开始造就 你不用因为而哭泣 你现在知道就可以了 你便开始造就最好的条件 永远 永远都不会失败 缘起盛空 代缘而起 世间一切有为法 皆无独立性 行上性 因为 世间法 是 无独立性的 我们有得救了 如果是缺就永远是缺 怎么有得救 就是因为空我们才有得救 因为空我们才是积极 如果不空 那样样都 不能改 空的意思是什么 不断变幻 变幻元是永恒 不断变幻 因为有得变我们才有希望 不变我们哪有希望 就是因为空 造就一切的事情 所以 龙树菩萨怎么说 因有空以故 一切法得性 因为有空 所以才有一切法 因为空我们才有希望 如果不空我们就没有希望了 不空就不变了 不变哪有希望 因为空才有希望 所以空令到我们更积极 更努力 更精进 缘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 缘起所善适的就是因缘果 相依相待的关系 云云万有生命变异的因果法则 即是缘持 性空 世间没有一个永恒性的东西 世事变幻多端 是诸行无上 世间没有独存性的东西 万法相恩相承 是诸法无我 从暂时存在的现象界 讲缘起 从本无自性的实相界 而说性空 暂时讲缘起 缘起是缘起是现象 性空是本体 缘起是客观的 性空如果是你把主观的 变它 为它的清净的本体 那就是涅槃 好了 好了 我已经解释了空 现在我已经把空意 简单的告诉你 也要知道什么是无韵 我们怎么去空调 我们的无韵 无韵 识受想行识 第一件事我们要空调 识 心经告诉我们 第一件事我们要空调是什么 就是识 识 识 空调完识之后 就要空调想 空调想 识 识要空 受要空 想要空 行要空 识要空 先从识开始空 大家明白吗 因为不可以在经文里面又讲哭又想空 受空 先讲识空 我们先空调识寻 什么叫识寻 什么叫寻 识寻 识寻 罪集埋遮蔽裂真心的寻 凡有形体照有空间互相质外者 称之为识 即是物质 识有可见有对识 眼睛可以见 可以对 无可见可对 我见到你无可见可对 所有的一切无可见可对 亦有不可见有对识 不可见有对识 眼不可以见 但可对物质 识不可以见 但可以以接受 香不可以见 但可以用鼻根接受 味不可以见 但可以用舌根接受 竹不可以见 但可以用身根接受 识是可以有见和无见的 识未必见得到 声音未必见得到 还有 又有不可见无可对识 因为物质不一定可以见得到的 声音也是物质一种 但是我们见不到 不可见无可对 眼不可以见 以背识 不可以对 也不可以见不可以对的是什么 你的意念里面是出来的 我现在盖上眼睛 现在清远 是什么 现在清远是什么时间 清远已经浮现在我的 这个就是不可见不可对 但是我意识里面已经浮现出来了 这话 我以臨可以 可以 伤害很多色 我以臨可以伤害 陈先生这个人太差了 我要报充 这个人骗了我多少钱 那么他的形象就在里面 你不可以见不可以对 但是这个很危险 他已经在你的意里面 他就是色运 他盖住你的真心了 我们必须要把它控掉 最难控的还是第3 最容易是第1可以控掉 我不知觉这个花我就控掉它了 最难是意识里面控掉 色远了 讲没有用的 你就思维每一念头就是这样 这是证物 不是解物 证物跟解物是不同 证物是文字 解物是文字 你以后消弃它以增污 色运 色运 色运是什么 我们要控掉色运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色运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你怎样控制它 色运 能够造出物质来有四样东西 又叫做四大种 地 水 火 风 这些叫做什么 元素 它可以造无量的色 地 如果用英文说是堅诚 solidity solid solidity 例如 分子 原子 核子 molecules atoms neutrons protrons 电子 原子 核子 全部你眼看不到 显微镜天就看到 那些是地的坚性 人体是用 是细胞组成 细胞里面有 有很多分子 原子 电子 那些是坚性 水有 fluidity 就是湿性 火就是heat 暖性 风就是motion 这几样四个能造一切的物质 这四样东西是怎样组成的 因缘和合而组成 水是怎样组成的 两个hydrogen 一个oxygen 组成H2O H2O 这个chemistry 这个化学 两个氢 一个氧 组成水 所以它本身都是 因缘和合而成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因缘和合而成 这些是能造的色 所造的色 有十一种 眼 耳 鼻 舌 身 眼 耳 鼻 舌 身 要讲人 讲人 先讲人的身体 眼 耳 鼻 舌 身 全部是四大里面的元素组成 外五层 色声香味粥 苹果 花 层 哪样东西不是 电子 核子 原子 都是 裏面的五根 外面的五层 还有裏面的无表色 我闭上眼睛 不看见就没有什么存在 我心想着 现在想着尖沙咀 想着大会堂 或者想着 我现在停了车在外面 灯还没关系 我现在有灯是否关系 灯会否令到我的电池干了 或者 我未吃饭 去哪里吃饭 全部浮现出来的 那个 Image 全是色 不可见 不可对 这是很危险的 有些人为何会抑郁 他将以前不好的经验 带动到现在 而正在执着 为什麽我这麽惨 为什麽要这样 为什麽要这样对我 你执着他实 不可见 不可对色 其实过去的东西已经没有了 怎麽有个物质存在 但是浮现你的脑 变成你的脑里面 不可见 不可对色 这个是最难断的 最难断的这个色 你要学习断这个色 好 这麽就识问了 那我们 怎样去照见他开空 我们用什麽去照见他 用灯去照 怎麽照 我们用智慧去智慧 我们用智慧去照他 一切物质都是因缘所生法 有生有灭的 一切物质都不执着他 为什麽 他是无常的 他不是永恒的 他是会变动的 我先生现在变心 已经遇到的 任何事都会变 如果你的先生变心 可能做就你修行的圣恩 所以有些人说 我现在离婚了 有时我跟他说 恭喜你了 因为你已经自由了 三十年来都困住在家的烦恼里面 你现在跳出来多开心 你还忧屈 你可以修行 一切都是有生有灭的 有便宜的 无常的 一切都是无智性独存的 因缘合着生 因缘分散而灭 你想他永远都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就算你永远都是恩爱 迟早一个走先 如果你这一世 他欠得你多 或是你欠得他多 下一世再来 这一世 他据你好 你是欠了他 又是很惨 下一世你会 做他的儿子还给他 全部都是还债 常债 报恩 报怨 你不要看得这么重 你儿子好 五逆 你对他好便可以 你还债 你为他而悲哀 为他五逆而悲哀 你为他而悲哀 你为他而悲哀 为什麽 你为这些悲哀了多少世 你是还债 常债 你尽了你的责任就算了 但是 有没有尽了你的责任 你自己才知道 有些人没有尽责任 都是自己尽责任的 你每人的衡量不同 所以无自生独存性 无永恒性 都是短暂无常的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称为空或无自性 四大和合而成 地水火风 坚性 湿信 炼性 动性 全部 如果 时常有淫念 你一定要收 无常的不正观 你知不知人有时常有这个念头 这是对你来说 对我们众生来说很自然 为什麽 你是欲界的众生 以前已经犯过很多淫欲 淫欲的种子强 才会投生在欲界 如果以淫欲的种子清淨 你去到慕色界 没有淫欲才是最快乐的 淫的众生越惨 越低下 但我们无法指 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教 怎样对峙 对峙 对峙 这种东西 用不静观来对峙 叫做四念处 观身不静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观身不静 就是色寻观空 身不静 色寻观空 观寿是苦 受寻观空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就是 受 想 行 色 都观空 所以四念处已经包括了五蕴 观空 释迦牟尼佛去世的时候 阿兰尊者很悲哀 因为色尊就来去世 阿勒勒陀就跟阿兰说 阿兰 你不用悲哀了 最后几个问题 你快点问尊者 因为就来没得问 阿兰 思维了一会 就问释迦牟尼佛 最后四个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 佛在世 就以 以佛为师 佛去世了 我们以谁为师 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就回答 以戒为师 你有没有守戒 你受戒了吗 你都不愿意有个老师 你都未受五戒 你又未受菩萨戒 你学了佛多年 你只是皈依了 你没有迟戒 你都不愿意有老师 你怎样成功 怎样学佛 佛不在世的时候 以戒律为老师 戒定为 佛不在世 佛不在世的时候 我们以谁为主 以谁为主 为主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心 要安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修心的时候怎么修 我们发菩萨心 怎样安住我们的菩萨心 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享福我们的菩萨心 我们这个心在何处 怎样去修心 就问佛 佛怎样说 以四念处为主 什么是四念处 观身不正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第二个问题回答了 以四念处为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四念处 要修不正观 你一定要修不正观 你不修不正观 你无可能观色魂皆空 因为你还有念头 尤其是我们出价的 你不可能不修不正观 你一定要修不正观 这个是第一个 照见色运皆空 第一个条件 要修不正观 所以这个 地水火风里面 你一定要修不正观 修不正观 是怎样修的 很复杂的 要观赏的 不是说观身不正 我们身体很邋遢 就非我不正观 那又是修不正观 你要将不正观的概念 加入思维里面 怎么去修不正观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知道不正 人体是不正的 这个是不修不正观 这个是知道不正观的文字 你没有去修 这是不正观 第三个问题 与恶性比优 应如何处置 如果有些比优是恶性比优 就是恶性比优 就是恶性比优 应该如何处置 有些人说 跟他骂过 默而奔之 你不要跟他骂 Keep quiet and don't listen to him Don't talk to him 不要骂他 默而奔之 第四 佛去世的时候 一切所佛所说的 句说话 以何为首 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以如是我闻为首 这是佛最先的四句说话 这些说话 也很重要 为何要说如是我闻为首 因为邪思说法如行河沙 如是我闻为何解释 就是阿难尊者 亲听佛所说 有十佛的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直证涅槃的三法印 引证佛所说话是对的 如是我闻 不是四个字有什么好闻 如是我闻 我闻如是也行 意思是 你所医的法 一定是正法才行 因为近代人说法 邪思说法如行河沙 你跟着邪思你就惨了 一盲 引众盲 相引入火坑 原国二何 召见悉昏皆空 原国经说 四大角离 今此妄身 当在何处 即之此身 北境无体 祸合为相 实同幻化 这个是原国经里说的 这个是召见悉昏皆空 现在已经是九点半 我只是说了召见悉昏皆空 但我们怎样召见仇昏皆空 怎样召见悉昏皆空 行昏皆空 悉昏皆空 明天完哨 我们一点也尽能召见 无怨都是空的 用什么方法去召见 这个明华之说了 愿以此功德 土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开动成佛道 开动成佛道